台中有一名十一歲男童 日前出門去買便當 想不到過了三個小時時間都沒回家 那麼就擔心男童會出一意外 那麼巡邏遠景也因此幫忙找人 事後才發現原來這名男童 是在買完便當之後 受不了的撲鼻的傷氣 直接跑到超商吃雞排看平板 炒的油亮的青菜 苦瓜 再加上一塊比手帳還大的香雞排 豐富營養菜色 光用看的就讓人口水直流 香脆多汁的炸雞排便當 讓人看了脆弦三尺 就有小朋友買雞排被香味吸引 買到忘了回家 遠景巡邏看到男子騎車 東張西望 趕緊上前攀岔 原來他十一歲的兒子 中午帶著愛犬出門買便當 一去就是三個小時 遲遲沒有回家 沒帶手機又失聯 趕緊出門找人 去哪裡買便當 穿什麼衣服 十一歲 十一歲 多高 十一歲的衣服 他有走路的 他帶一隻狗一個架 警方一聽也趕緊幫忙 五分鐘內就在超商內 找到男童 沒想到他正愜意吹著冷氣 大口吃雞排配平板 這裡就是男童被巡獲的超商 就位在台中南區的高公路上 距離便當店只有十公尺遠 男童買便當失聯 讓家人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 幸好只是一時貪吃 人狗均安 有驚無限 記者賴文良 高宇利 台中報導 我們來看見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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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不滿 Kar宙